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我是必秀 您到底想要几岁退休 我一听到我们的美慧师姐 48岁就退休 哇 兴起了一股羡慕的眼神 但是又发现到她退而不休 又全职的投入在辅导 或者是做慈祭的路上 让我心生敬佩 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来邀请本尊和我们谈一谈 她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欢迎美慧师姐 必秀师姐好 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演员 黄杰飞 杰飞好 必秀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杰飞 杰飞有没有想过说 做演员做多久 大概快要20年了 有没有曾经觉得有一天我不演戏 以前小时候的志愿是说 可以演到老死在舞台上 现在就比较随缘 真的 但是真的人就是为了一生的梦想 其实那个目标 其实他就是设在一个 我做到我不能做为止 因为那是一种成就感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是我也会觉得说 我们的美慧老师 做老师是你真的是 从小在写我的志愿的时候 就一个不变的目标吗 其实会做老师是因为我爸爸 他觉得说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对一个女孩子来讲 应该算是最安定的 我相信 那为什么48岁要退休 其实也是因为有家里面的一些因素 那个时候大概也是自己想说 我公公公公年纪比较大 是不是也可以有时间陪伴他们 然后再加上自己想说 是不是也可以去学一些 以前自己想要学 可是在工作的环境 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学一些的东西 所以才想说趁年纪还可以动的时候 赶快就 那个时候是正好 我服务年纸到了 满25年可以退休 了解 所以真的是很果断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个做老师就是这样子 都有一个目标说 我25年我就可以决定 我要不要继续教 还是要申请又退 对不对 当您在这个饰演这样子一个角色的时候 都也会很想要透过别人的人生去享受 对不对 那不过我知道杰飞其实 饰演我们大爱剧场的角色 很常常看到您有不同的一个体验 没错 因为其实像即便是师姐 他们每个人背后的人生都不一样 那像比如说我现在是47岁 然后我刚好也到影视野一个阶段 在想说我未来的人生要做什么 就很妙 这时候接到这个美慧师姐的那个角色 她刚好是退了休 然后她在想说她不当老师以后 她未来要做什么 所以很妙的时候 刚好那个演戏的这个角色 跟人生的机率 就突然有了一个同样在思考的过程 所以变成说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 跟这个角色在思考的过程 它有了一起在并行的过程 那个可以一个互相对话 那个刺激是蛮有趣的 尤其是这个年纪刚好是她当时候 在选择的时候 在做新的计划表的时候 对 刚好可以呼应现在的我们 对不对 所以在退休之后 当我们在遇到慈激这个团体的时候 当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碰到了呢 其实我一直在回想 我到底是怎么接触慈激的 一方面功德款已经交很多年 然后那个时候也参加教练会 然后也参加台南的教师和唱团 可是都是点点滴滴 真的没有深入也没有投入 我会真正比较投入 是因为我退休之后 就正好遇到明贤师兄 那个时候他们家里就有客服班 那客服班就是一些比较弱势的孩子 去陪伴他们 那明贤师兄就邀请我说 来啊来陪伴孩子啊 说故事给他们听啊 那自己心里想 这种事应该是很简单对我来讲 陪伴孩子要说这种故事 所以就一口答应去陪伴 也因为这样子就慢慢地 对慈激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投入 那当然其实在慈激的事情非常的多 除了来这个陪伴孩子之外 听说我们的明贤师兄 还让您邀请您来担任 可能这个家庭茶会的主持人 对不对 当时候对你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 还是你有考虑过呢 其实我觉得明贤师兄很棒 他会知道你适合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对你来讲 应该算是你就会驾轻就熟 那个时候其实说真的 自己觉得说 你当老师本来就应该会这个 所以也都很简单的 就跟他说好 是 可是在这一段期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慈激里面的很多活动 跟原来在学校的活动 那种体会真的不一样 慈激的活动都会讲到上人的法 上人的禁思语 那用这些法 用这些禁思语 不但是分享给别人 自己会有很深的体悟 了解 当我要说给别人听的时候 不是我把它讲完就好了 我自己要真的懂得 我要讲出来的话 是什么样子的意义 要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 反而这个部分好像又有一点反出 让自己有一些些的提升 我想这也是我刚刚在请教杰菲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表演工作可以体会的人生 实在是太丰富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曾经在生活当中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也许是关怀别人也好 也或许是给别人一点安慰也好 也或者是给别人一点 很好的建议也好 突然间脱口而出 讲出一句话的时候 你突然说 原来这句话已经影响到我这么深了 你有没有曾经类似的体会 遇到困境的时候 不要觉得那个苦是苦 真的就是 你遇到的苦都是菩提 如果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苦 从另外的角度看 它真的是在历练我们成长的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常常是我会拿来 拿来告诉自己 也会跟周边的朋友 如果他有遇到困难 他走不过去的时候跟他们分享 所以他们就不会找在 他们现在正在面临的那个痛苦当中 他们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说 对 这个逆进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逆争上缘 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 重新去反思 重新去面对 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 都是一个演员 比如说我们的美慧老师 可能在48岁之前 所扮演的是老师 学校历史老师的一个角色 可是在退休之后 他就扮演出另外一种角色了 接下来要请您 跟着我们的外景主持人 来到高雄来看看民贤师兄 他们读书会的氛围 音乐 连结人 读书会覃 读书会採扬 我带我这个 我们是在佛祂 我们现在就是在佛祂 在佛祂 在佛祂 这个会出的生活 对 那这两位佛祂 他們都很精進,除了平常的時間做環保之外 他們都會準備來多聽一些上年的話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來讀書會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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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薄菇唯吾芋亦 淡淡乱想無可憂 當音樂放下來那一刻我想說糟了 接下來不知道唸到可能第一夜還沒結束 我就會想睡覺這樣 我剛剛看到你都沒有打歌睡 我有撐住 有啦其實我看到裡面的一些詞句 其實也是心裡有感覺 像講到的田安淡薄 無為無欲 這邊一直到後面的不善種子 厭功德鐵 就是一個從小我到大我的一個過程 最後再到無我這樣子 其實我也蠻謝謝大家很願意聽我分享 而且還給我很多回饋 給我一些他們生活上的一些經驗 很有互動跟交流的感覺 那個時候精神就比較好一點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佛法裡面 它是很生活化的 所以我們一直想到說 用這個可能會用到我們的生活面來講 我就會覺得說 對啊 我們幫助別人 我們不求回饋啊 那其實會讓自己會比較情安自在一點 對 對 你今天來想到 尤其是我們家的 你有感覺你有什麼體會嗎 很舒服 很自在 對 因為有時候有時候吃 欸 這個是一方面 說不上開心啦 但是會覺得很自在 因為聽到大家 對生活的分享 其實自己會有一些共鳴 也會想起自己的一些 自己的作為 從年輕 再從小到大這樣子 是不是有帶給人好的影響 自己有 一段溫馨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 謝謝民賢師兄 美香師姐 美慧師姐 秀華師姐 及鄭宏師兄的回饋 很喜歡這種氛圍 輕鬆自在的感覺 大家互相分享 彼此勉勵 很開心能夠參加這場讀書會 嗯 說不上是難能可貴 但我一定會珍惜你 這段有緣